關於昼夜的題目跟前面講的肝影一樣 也有那種所謂的同一個時間不同地點白天長還是晚上長 或者同一個地點不同時間白天長還要晚上長 但是呢也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變化 我們就來做一做我們其他的一個變化狀況 我要畫一個地球公轉軌跡圖 我要畫一個地球公轉軌跡圖 我們呢就給它朝右邊 然後我們正常一點在上面逆時鐘 這上面是北邊 北邊然後這邊寫上夾 夷 餅 丁 然後我們會問兩種問題 第一種問題叫做請問你白天長還是晚上長 第二種問題是問白天會越來越長還是會越來越大 好 來我們現在假設地球從乙公轉到丙的過程中 我們請問你是白天長還是晚上長還是 所以答案一都是白天比較長 答案二都是白天比較短 答案三是本來白天比較長後來白天比較短 答案四是本來白天比較短後來比較長 哪一個提示 認出來甲乙丙丁誰是春分誰是秋分誰是夏日誰是冬至 你就知道他直射何處 因為知道直射何處就會了 老師剛才有告訴過你 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白天長 越北邊白天越長 你就會了 哪一個呢 從乙跑到比 白天長 晚 白天短晚上長 白天原來長後來短 白天原來短後來長 哪一個呢 我們請三號 三號 你的答案是什麼 來 我們再找一個帥哥男回答我好了 有沒有帥哥男 有 二千 來 三號 你的答案是什麼 不會 不知道 你的答案是什麼 還是不知道 變短 我是問你長還可能會有變短 變短是後面的問題啊 白天長請坐 你是白天短嗎 好吧 請坐 好吧 請坐 好 來 我們解決 北邊 北邊朝太陽 所以已經是什麼 夏制 南邊朝太陽 所以這是什麼 冰至 冬至 然後逆時 冬轉 夏天長換誰 秋 冰至秋分 冬至秋分 冬至秋分 冬至春分 好 從夏制到秋分 夏制陽光直射北回歸線 秋分 陽光直射次大 陽光越來越往南邊走 但是還落在哪個半球 北半球 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 白天長 所以 以到底的過程 都是白天比較長 OK嗎 OK 第二種的問題是問 白天會變長還是變短 白天長 晚上短 白天越來越短 可是還是大於晚上 白天短 晚上長 白天越來越長 但是還是小於晚上 所以 皺長 夜短 跟皺漸長 這意思是不一樣的 OK 好 來 請問你 一樣比到丁好了 等錯 比到丁好了 A 白天越來越長 B 白天越來越短 C 白天原來漸長 後來漸短 都解了 哪一個 哪一個 來 一樣 找一個帥哥的美女 一個叫做12號 一個叫做30號 Please Stand Up 12號 12號在哪裡 來 起來 你的答案是什麼 漸短 漸長 先漸短 後漸長 先漸長 後漸短 蛤 先漸短 後漸長 先漸短 後漸長 請坐 換你 漸短 只有漸短而已嗎 好 請坐 好 來 請問 剛剛講過的 以下做什麼 夏至陽在北回歸線 比較做什麼 秋風在吃到 陽光越來越往南走 對不對 好 老師剛剛叫你背的啊 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白天長 越北邊白天越長 陽光越往北邊走 北半球白天越長 那越往南邊走呢 我看你會白天越短 所以 這樣過來 越往南邊走 北半球白天越來越短 所以台北的白天就越來越短 越來越短 OK嗎 這種問題的答案 不可能用背 四個點 我隨便挑到你就可以問了 對不對 我可以挑假到比 可以挑假到你 可以挑釘到假 隨便挑 你不可能用背 你要靠理解 要靠明白 明白我剛才要你背的事情 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白天長 越北邊白天越長 陽光越往北邊走 北半球白天就會越長 OK 自己回家想想看那個 同一個時間不同地點 同一個地點不同時間 會有什麼結果 會有什麼結果 這就是我們讓各位練習的 了解的部分 OK 有人有問題嗎 不 很好